這有個文章好了 跟他舒服一下 下去 啊哈哈 你只要少喝一瓶麥香奶茶 就可以直接加入了 有這麼多貼圖刷下去 吃電腦特卡 賴貼打電動 寫生日卡片 跟阿慶見面 請你吃飯 錄祝福影片 這麼好的獎勵 趕快一起加入阿慶的頻道會員吧 三年前啊 應該 應該有兩三年吧 不知道耶 感覺兩三年 對啊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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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直接剛爆對手 好久沒彎合成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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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尾之安 這個 騎手應該可以吧 來各位 各位有沒有拿到我的聖誕卡 各位 會員應該都拿到吧 入門慶粉以上的 都已經有拿到我阿慶的聖誕卡了 直接爽一下 一起來爽 準備飛我鋼 兩年前 這麼屌 這麼屌 給他看鋼盒就行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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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な事 有完殺蛋老人嗎 上次有提提早完了 殺蛋老人還可以配很多牌 還可以配那個 哎呦 哎呦開關打開 還可以配那個妖仙獸哎 超適合的 さらに強化 萬天就 卡雷拉拉本身 來準備炸 哎呦 這只一三這只一四 下去 啊哈哈 神與女郎 哎呦 張不能叫神音了吧啊 還敢叫神音啊 第一場就被我剛哎好爽 哎下去 哈哈 太神啦 太神啦 哎呦 哎呦 這個合成 合成的淫威啊 還是一樣猛啊 下去 還是一樣猛哎 合成還是一樣猛 有沒有 下去 漂亮 哇 哇 哇 這個合成 不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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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囉,我的 turn 怎麼有人打給我 欸有人抖內我200欸 真的假的 - 喂怎麼了 - 欸有人抖內我200 - 喂 - 喂喂喂 - 欸 - 我剛剛抖內200你沒看到嗎 - 喔是你喔 - 喔我想說 - 我都跟你唱雲林人 - 我想說你怎麼都沒有回應 - 我打給你了 - 沒有啦 - 你那個抖內你要用 - YouTube的那個抖才會有音效啦 - 可是我手機有顯示啊 - 我想說欸有200欸 - 好啦我要聽你唱雲林人的 - 你要聽啊 - 我整整雲林喔 - 好對喔 - 我很喜歡再看了 - 喔靠腰 - 好啦 - 啊有人要聽那個 - 我整整雲林 - 在雨都在暈 - 我擁有超人類 - 有人誰就要粉吹 - 告白 - 要抖內200要我唱這首 - 三小 - 這個有很紅嗎 - 還好吧 - 還好吧 - 神經病 - 哈哈 - 哈哈 - 看完兩則廣告 - 掰掰 - 聖誕節快樂 - 感謝支持 - 感謝支持 支持一波才會爽 阿慶主業是做什麼 我全職youtuber啊 我主業就是做youtube啊 所以你們看我如果很久沒發片 代表我要二度二度直囉 哎各位觀眾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 昨晚直播的時候 然後我放了聖誕哥哦 沒想到 這個部分全部都是有版權的 那我因為 啊我因為這個 如果有版權的話 基本上我做這影片就沒有意義了嗎 因為就完全沒有錢嗎 那我就 就撿個屁啊對不對 好所以為了撿精華我就 把這個有版權的部分全部 哦全部聲音都刪掉 所以這邊可能就讓大家比較痛苦一點哦 不過呢 應該只有持續 我看一下不到十分鐘 哦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大家就聽我稍微簡單 講解一下吧 那這套合成 我覺得還蠻 還蠻不錯的啦 對啊 呃其實我們這幾場 玩下來哦 尤其是昨晚我們直播的時候 我們反而玩合成 還比 這個之前的新卡包 的 卡組還要來的穩定哦 因為這一套是使用 命運抽牌 而且他檢索 超級多張哦 他有兩張炎武 哦炎武可以抓那個 我們的那個獸戰士主 就我們手上那兩張 然後呢哦 那個合成金剛盒 我忘記那張是不是金剛盒 就是那個 魔法卡可以從目的除外 然後當回合不會被破壞的那一張 他可以檢索任何的合成的 怪獸 哦他連那個 手上的那一張 那張應該哦那張是鋼盒啦 合成的鋼盒 那合成 這一套牌其實還 還蠻依賴鋼盒 哦因為原始騎士 好像我們現在召喚原子騎士 那我們把手上的鋼盒 給對手看的話 就可以從牌組特招 我們要的合成的下怪 那這邊被蓋起來哦 其實我們這一場應該是 打的非常的痛苦哦 因為遇到這個T1聲音啊 那我們就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可以 打爆這個T1聲音哦 感覺很兇哎 哇 哦這邊對方直接叫大罪主啊 我開關打開哎 叫挖蟹坑 看你怎麼跟我鬥啊 直接炸一波 才會爽對不對 直接開炸 就對方跳一個加拿大哎呀 然後聲音我原本以為他要彈我的怪 結果哎怎麼彈自己啊 哈哈把自己彈回去哦 可能他後續還想要再同步吧 我不知道 但應該是炸我的怪比較好 那我後來發現說哦 原來是因為他想要卡我的位置哦 因為我是被 無敵線坑 我是被無敵線坑哦 那我這邊打算 除外合成的金剛盒哦 我想要直接來跳一波 我賭他沒有後台 結果後台還真的沒有反應哦 直接原始騎士來跳我們合成殺人哦 哦 然後這邊我們就直接戰鬥 好 這個弓宣坑 來這邊他是打開這個星太炮事哦 哦直接選一張除外 那其實我們場上的這一張殺人 他是可以 呃把自己給釋放掉 他把把自己給釋放掉 對方那個陷阱卡就無效並破壞 那我想說還有另外一張 哦我想說我被除外一隻應該也還好 那就繼續留著哦 好這邊再召喚 合成原始騎士哎 有沒有陷阱卡呢 哦沒有 那我們繼續戰鬥 但是我這邊好像有一點忘記哦 哎呦又是心態暴事 所以我這裡居然沒有無效 我還是選擇讓他返回 因為我想說哎 還有剩一張陷阱卡 是不是應該要 然後等另外一張可能 比較如果那張陷阱卡很靠腰的話 我們就我們就可以釋放掉無效並破哎 哇結果 最後 我們還是自爆了 我覺得這邊比較可惜就是少打 少打一下 哦而且我也忘記說啊 我們那個金剛盒 的效果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在結束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 辦法展示手上的 一張可能岩石組的怪獸或是要再丟一張鋼盒的話 他就會自爆 好這邊輪到對手的回合 哎呀直接神抽一個宇宙旋風 直接發動 除外你的後台 哎是一個鎖鏈 漂亮 好原始騎士 直接跳一波啊 這邊基本上我們隨便超亮一隻 這個世界的 應該就贏了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啊 正我們 準備要來超亮的時候 哎 感覺來叫個蜘蛛會比較爽哦 哎直接蜘蛛登場 好對方就投降了 好那下一場呢是遇到這個性質哦 那這一局的話只有前一小段 是靜音的哦 大家再忍耐個三分鐘 等一下就有聲音了哦 因為這邊都是有版權的嗎 啊這邊都是有版權的 所以哎呀我自己也沒有注意啊 那個youtube影片 他媽的明明就寫說 無版權音樂 全部都無版權 結果居然是一半有版權啊 我覺得以後還是不要亂放歌好了 哦不然我這個 減精華的時候很麻煩啊 相信大家一定有 平常有看一些什麼 twitch的直播還是什麼樣的直播 當他減精華的時候呢 哎是不是很多地方 都可能 就聲音可能就是很麻煩 因為有版權 然後可能就都沒有聲音這樣 那這時候就會 啊需要我們這樣後製哦 另外上配樂或是怎麼樣 那我我怕說我只上音樂 會被玩家靠腰 就說安怎麼之後聲音 沒有講解 那看起來很無聊 我們還是 稍微跟觀眾聊一下天哦 那這場因為遇到這個 模擬樹工匠 我想說我先 發動效果先來跳 他跳合成冰人 他總該要開了吧 總該要無效了吧 用合成冰人 可是直接把你炸掉哦 但是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他無效的話 哎我們手上還有巨蟻龍 直接丟鋼盒 特招一波哦 直接把他炸掉 好來這邊發動木地合成金剛 和哎 讓我們這回合的 合成都不會被破壞 哦 來直接巨蟻龍下去 叭 漂亮 直接一回殺哦 對方即使是根性 我們還可以打第三下啊 結果對方就投降了 好剩下最後的大概一分鐘哦 我來 呃解說一下 好剩一點點的 好那這一場 這騎手比較不好一點 但是非常多後台 對以仙宮來講的話應該 不太怕 不太怕會GG哦 應該還故意哦 哦 哦這邊應該有聲音了 來吧 超級大咖的 超級大咖的游戲網YouTuber 大家不要猜一下 大家不要猜一下是誰 我們邀請一個超級大咖的 哦比我還要大咖的 一起來當賽品哦 大家不要猜一下 猜一下我這次邀請誰啊 哈哈 各位 要不要來猜一下 給大家猜一下好了 不然我直接講都不有趣了 我們我們這個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 其實我們本來就打算說 每一次都找不同的人 一起來主持哦 對只是上次時間太趕 一時之間還找不到人來 對所以 就這一次第三屆我們就 找了一個超大咖 一起來爽啊有沒有 哎呦可以蓋起來再炸好爽 衛斯 亞松浣熊還有帥頭 決鬥浣熊哥 阿信就是最大咖了 阿信是最大咖沒錯 哎 我覺得可以給他打一下 開關打開 夜問嗎哎呦 很會猜哎 但不是夜問 老爹 哦老爹水污月駿 哇都超大咖的 命抽抽誰好像都 好像都還好 受戰士 岩石祖 岩石祖 哎好像可以耶 岩石祖 岩石祖 那我拿這個好了 第一將 怎麼是第一將 他還沒玩遊戲王 怎麼會是第一將 高橋何希啊 哈哈高橋何希會不會太爽 呃 哎 是不是有一個人以後不能參加我的聚會 哦對啊就那個國中屁孩啊 呵呵 因為他瞞著 他好像瞞著他爸媽 加入會員 然後他爸媽就 就收到我的聖誕卡片 我直接寄到他家 因為入門慶粉 就可以拿到賀卡嗎 啊所以他拿到賀卡 他爸媽就拿到 就就把我的信 給撕爛了 然後就說他以後不能參加 瑞文哦 可是瑞文不會講 瑞文的普通話很爛啊 哎呀所以不是瑞文啊 哈哈 大家可以猜一下 哦 沒想知道 這套很猛哎 直接一個連勝哎 不錯哦 大家可以玩一下新的合成哦 強度還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 我只想要快點逃脹 我只想要快點逃脫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